白姐姐晉唱心中情 大家好 終於來到, 白姐姐晉唱心中情 第一集, 萬眾期待 當然我們請了, 第一屆晉唱, 心中情擔曲歌唱挑戰賽的冠軍人馬 一生中最愛的冠軍 梁守基 守基 歡迎 大家不用太多掌聲 他來頭是不少的 我知道其中一個歌唱比賽是很厲害的 我未講你這個歌唱比賽之前 先講一下我們怎樣認識 某一次我就在自己Facebook說 如果有一個人唱一生中最愛 唱得能夠感動我就好了 這件事出了街之後都幾多迴響 原來很多人都想唱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首歌呢 話說這首歌是關於一個我的故事 很多年前我看譚詠良演唱會的時候 我會同一個演唱會看幾次 以前我坐山頂的票都很便宜 那時候很便宜 我看很多一場 那時候我就跟我以前的男朋友去看 記得那時候唱這首歌 很浪漫 我覺得我靠著肩膊去聽 就很浪漫 很深刻 記得這件事 那其實這個橫跨禁 當年我都認識有些朋友 不如唱這首歌去聽聽聽 那其實有很多人都說 這首歌不好唱的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唱得好 那很多人都拒絕不唱 那當然有很多人呢 就不知道這首歌的難度 都會繼續唱的 那我試過叫一些朋友唱 有些是歌唱老師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這首歌尤其是 如癡 如真 如假 那些位置 其實是很有難度的 因為呢 跟編曲上面 即是音樂上面 是反方向的唱的 所以是 不是那麼好唱 我有空會唱給你聽的了 那這件事就放在我心裏面 其實是不是真的 沒什麼人唱這首歌呢 原來不是 原來很多人唱 那我們這個第一次的單曲賽 指定歌曲 一生中最愛 就有五十多人參與 正式有唱歌 都起碼四十幾位朋友 而在萬眾裏面 哇 手機你真是不得了 你竟然脫穎而出 那還可以說 跟原唱的感覺 差不多接近100% 很厲害 是的 這麼厲害 可能這個演繹 真的很像原唱 還有 因為我聽得到那些 氣聲位 一些放鬆的位 就真的很放鬆 而且應該高的位 都很輕鬆地唱得到 是很順的 即是你不會抽離了一首歌 聽的時候不會抽離 因為你聽歌怎樣去投入 即是你投入了一個故事 還有裏面不會有走音 錯拍子 高百度 而令到你突離了一首歌 突然聽一下 咦 做甚麼事 不會 反而整首歌都覺得很舒服 但當然有很多部分朋友 未拿捏到高音位的時候 通常那個位就走音的了 你覺得是甚麼 高音位是重要的 其實每一首歌的高音位都重要 這首歌比較難的 我覺得是很容易脫拍的 嗯 即是你的心要數著拍子 尤其是開頭一入 因為它其實 它不是一個很既定的拍子 這樣去 那你是有一點點是用心數著的 開頭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 終於可等到一生中做 即是你是有一個裏面數著的 嗯 那很多人就會唱 唱快了或者慢了 嗯 沒錯 而且那個氣氛不是有部署地 有層次地去鋪排 去後面承接那個情感 那我會覺得 嘩 真是很棒 在這麼多人之中 這個人唱得真的可以感動到我 不要說技巧上面那些東西 都配合 因為始終我自己都有點 玩音樂底 即是我對某程度上 那個基本音樂的標準是有在的 可能拍子音準那些都要齊在 那我想問你 你唱得這麼像原唱 原來你都曾經被他邀請去他的演唱會做嘉賓 這麼特別這件事 真的要跟大家聽眾說一下 那時候是 即是某一個年代 其實我很欣賞這個歌手 他有一年的演唱會 他就做了一個 即是是堅密的 應該是一個宣傳 就搞了一個歌唱比賽 就贏了之後 就有一個機會 可以去他的演唱會 跟他合唱一首歌 哇 那就寄自己錄音去電台 電台篩選了一大班人 之後就有十個 然後就 就是 最初很有趣的 以為想著 去到最後的環節 他才能見到他 原來不是 他分了四部分 你每一部分他已經出現了 哇 那就很開心了 即是對著自己欣賞的歌手 對著他唱一首歌給他聽 嘩 嘩 那件事是很開心的 而他都會覺得 嘩 為什麼這麼像我 可能會 嘩 所以這件事是人生裏面幾特別 其實關於這個歌手 我自己都非常喜歡 因為那個歌 陪伴我 很小很小 很小 很小過那時候 講三次真的很嚴重 很小過那時候 就聽著他的歌 做家務 上學 很小過那時候 所以就覺得 好像陪伴我們成長 是很有共鳴感的 他的歌 還有那個聲音 還有那個年代的詞 又填得好 很遙入路 很入路 記得那個故事 很容易記得那個故事 有畫面的 沒錯 所以我會覺得 有一次 那麼多場 他的演唱會以前開 哪有人那麼厲害 開那麼多場 當開那麼多場 我們真的 看很多次 都不厭 因為 其實我當時就喜歡 進去看一些重新編曲 即將一些歌 重新編曲 之後 會是不同唱片裏面的歌 因為你演唱會是不同的 對 我都喜歡聽現場 我很喜歡看現場 還有我看舞台 看設計 看燈光 覺得很棒 其實近年 那些歌手 不會說開很多場 除非真的去到天王級 那些 但以前不是的 你看回這個歌手 就差不多 獨屎 他開那麼多 次線二十多場 是啊 很厲害 所以不會說 那時候買不到票 這個情況 是不是 不流行炒的 是的 那時候開得很頻密 那時候不貴 但現在貴得很厲害 製作費 真的貴了一點 所以 我記得有一次 我做一個小粉絲 我講趣事 你就跟他同台 我那時候是小粉絲 有一次 某一年的演唱會 我就記得 當全部粉絲衝出去 去前面握手的時候 我就 其中一個 因為那時候 我21年 我是做保險的 那時候我老闆 就認識人拿票 拿到很前 頭八行 你可以走出去 近到台邊 那我就說 很開心 就鋪出去 立刻脫了個爪出來 高跟鞋 變成 一隻腳是這樣 一隻腳是這樣 然後 假裝有高跟鞋 跑過去 沒有了個爪 騙到手 都很開心 這件事很深刻 直到我幾年前 就見到他真人 跟他聊了一兩天 然後拍了一張合照 都很開心 但已經很多年後 又有些不同的感覺 那你那時候 見到他兜口兜面 你又怎樣 其實是很隨和的 很隨和 沒有什麼價值 我們在螢光幕 甚至乎看電影 覺得天王巨星高高在上 又不是的 嗯嗯嗯 因為我們覺得這些歌 跟我們成長 又跟任何政治無關 所以大家 可以放鬆一點 我們去講一下 我們喜歡聽的音樂 陪伴我們成長 其實手機 你自己都有很多 比賽 都是得獎的 來頭可以說 真的不少 不過這個時候 不如先聽一首歌 聽一下你演繹一下 其中一首的比賽歌 對 然後回來再講一下 你這麼多得獎的來頭 好嗎 好啊 好 送給大家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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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太asa 疲憐 是你我都傾出所有 令這一生中 這一生中無悔 但寂寞朝髓 這世界可有垂 逝去了的愛情 陪孤单几句 寂寞潮水 人痛心因你别去 我已不懂得哭笑 就让我消失告退 我已不懂得哭笑 就让我消失告退 我已不懂得哭笑 就让我风中告退 谢谢 真是很相似 很好听 《情贫谁内定错队》 是否有标点符号 《好似很好听》 和《好似啊》 《好似啊》 《好似》 有标不符 全部都是好似的 有点趣事 关于《好似》 我跟老师学唱歌 这首歌 我印象中是第一首给他帮我收拾的 哦 我第一次试唱给他听的时候 他是笑足全情的 为什么 他说 你很相似 你的声音真的很相似他 发声位置很相似他 他说 不过我明白的 你是一些 某些字 他咬字 的位置是似他 其实 你不是特地去模仿的 我知道的 然后他又有方法 帮我执 帮你执到一模一样 不是 不要执到一模一样 是要别人听得出的分别是有唱功的 因为我们拿来比赛 不是就这样表现 这个就是一个 关于这首歌的时候的趣事 嗯 但是很好听 我觉得 你讲的趣事 其实都挺有趣的 因为我收到你的影片之后 就是当时 参加《一生充正爱》 接着我说 为什么那个样子是苏永康 但又在唱《谭永良》 你别人摸摸 这个很有趣 之后我和你联络了之后 你给了一张相片 我现在就想公开给大家看 但是这张相片有多似的 大家去一去看看 哇 是不是好像整个苏永康兄弟那样 抹着你 波文兄弟 那个时候 这张相片应该是《一号皇庭》的 就是电视剧正在播放的 那时候我记得 又是有一个好笑的 有一个清洁的女工 就是我送我女朋友回家 在她的座大厦有一个清洁的女工 多数有时候会见到面的 我走的时候她就是清洁的 在电梯里见到我 我认得你啊 那你认得我 为什么认得我呢 你做电视的嘛 我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你不认的 你们很谦虚的 因为不认的 但没问题没问题 好 拜拜 如是姐过了几次 她都依然是 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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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又是关于她的样子 是有这样的 最事发生过 我说不如你上我节目的时候 你穿一件长衣 你戴上苏永康的眼眶 然后我说 我是谭永浪 不是 那声跟她近似而已 吃饭都试过 是不是 吃饭都试过 又是那些姐姐 很好服务 是啊 你干什么 不要喝茶 喝汽水 就拿汽水 真的好笑 全程被歌友拍下 拍照 你等我 我上去 我拿相机来拍照 你不要走 我还没走 我刚坐下 那你会不会很尴尬 有时面对这样 如果她坚持她觉得 而且她是开心的 那拍一张照片 最后我都跟她认真说一次 真的认真跟你说 我真的不是她 哈哈哈 这件事都挺特别 是好笑 那是一个歌唱比赛 之后跟那些朋友 和那些 队友 和朋友一起去宵夜 是发生在官堂 某一个 是好笑的 是好笑的 很有趣的 真的好似的 我看完这张照片都觉得 哇 真的 你那时候早点出道 都可以占一席位 加上你那个唱腔 自己的唱功又如何 那说一下你 有很多比赛 你都得奖的 这一集呢 都给你说一下 其实你参加比赛 其实 有没有说 追求你的梦想去参加 还是 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还是怎样呢 其实很偶然的机会 以前就是一些 一个公开的 可能叫做公园会 大家知道公园会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被人参加业余的 一些课程 那些兴趣班 我都是参加兴趣班的 一开始 玩完那些 他们叫做会内的比赛之后 就停了 我就没有参加任何唱歌 之后 几年就碰到一个朋友 原来他都是那个界别的 就是玩比赛的 他就介绍我 进入这个圈子那里 有什么样的比赛 你玩不玩 那参加了一下 都想称一下自己 有多少斤两 他就请了我去看 某一个歌唱比赛 每逢五年的一个 力界得奖者的比赛 他看完之后 他说 你觉得如何 原来现在 出面歌唱比赛的水平 都很好 都好听 我唱了 就开始 继续报名 玩 就认为一些 共同兴趣 共同兴趣的 一些叫做战友 那些叫做战友 初福决赛 完了之后 就去吃东西 聊聊天 讲一下歌 我觉得很享受 同路人那些 是 是 触发起你那点火 就继续去音乐方面 发展一下 例如参加多些比赛 比赛员 你都有好几个 可以讲一下来头来听一下 很多冠军 是吗 是 都很幸运 那些评判都很喜欢 是吗 那你也是用谭文亮的歌去参赛的 是吗 其实是很矛盾的 谭文亮的歌去比赛 因为他们会觉得 你模仿他的声音 你唱歌是有的 那你特地模仿他 有意味 因为谭文亮是其他歌 你不是什么 那我开始就 都有选择其他歌的 我有唱《侄田》的 《明硬》 《章岳》有的 也有唱 但是如果是我 我又觉得你唱谭文亮会好些 有这样的感觉 那先入为主 你觉得 好像把声音跟他接近一些 好像对的感觉 对的感觉 都会拿出印象分的 始终都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所有歌唱比赛都是 除了基本功的分数 是要给之外 有些真是个别评判自己的喜好 有些是全部的 是不是 因为是主观的 是的 他们评判都是普通的人类 只不过他听歌 可能接触歌曲的范畴会多些 那些拍子 音准那些 他会着紧一点 不是随便唱 所以每个背景不同的评判 就有不同的要求 我记得我很多年前 我想十多年前 就帮红十字会有个歌唱比赛 去做平盆 在学校的 校制的 可能现在那些人 出身都未定 有一天的 差不多坐在那里 一天的比赛 会的 在我旁边的那些什么呢 旁边的那些 全部都是歌唱老师 来的 他是入了中学 去教唱歌的那些 老师级 全部都有评论 那些 我和他们一起去评分的时候 他们不是真的拍子去计分 音准计分 他不是的 他是写一个总分 因为他大致上已经知道 我很喜欢 我真的会每样东西 写出来 逐犯 我想看一下 我真的想看一下 但是我们计出来的分 选出来的冠军 又是一样 就算我们这几次 可能评分 大家的评判 都有一点不同自己的标准 但我觉得这个都可以理解的 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 就是 就是因为 我都玩了一段时间 拿了一些成绩 之后就透过 那我老师就开了一个分校 那我也都很荣幸 我老师也都选择我其中一个 我是一个音乐导师 那我转了音乐导师之后 就有我以前那些 参加比赛的那些主办单位 他就会邀请我 做回他们的那个评判 其实久而久之 你做得 约干次 其实 都很公式的了 你一开始 其实我都 不需要说真的要看各样东西 我就这样 纯粹我听 未必需要一段 可能十几秒 已经知道 什么耐力的了 有些有没有问题 或者 只不过今次是初赛 入去复赛 那 其实已经有一个分数 给你做到的了 是的 我认同 因为有些人 他自己唱的 歌唱得很好 演练得很好 但他未必 就是他这个天分 但他未必 真的懂得平人 他平也都不懂得平 教你怎么唱好些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难度高的技巧 可能受过一些专业训练 以及一些经验 所以有些人 不懂得听 是不是唱得好 是不是都说好 又是会害怕 有些人 有些就是说 执政来做的 各样都执政来做的 但是又会很辛苦的 其实各样东西都是 有了基本的准质之后 就是加以一些他自己真的演绎到的情感 的感情分 就是他表达出来 哇 能够感动我的 我就觉得他是唱得好 就是感动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 其实我也是的 那你说 可能有些给他的 有些评语 就是 改善的地方 改善的地方 那我觉得你是需要 要问一些 不是说你信不信得过以后 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懂得听 是的 就是你 这个世界很多人 很多人会很客气 只不过平水相逢的朋友 大家可能是 我坐在旁边的参赛者 其实真的不懂的 下来 就是自己紧张 那个心情驱使到 你随便拿着个人 都问一问 怎样的声 有没有出错 那他难道真的 不行 你刚才说 怎样的 哇 你听完之后 心情已经准备了 你不会这样的 就是 都会说你打气 都会说对 OK的 你的声音不错 他就撇除了你的问题 可能 其实之外 你的拍子 你是吹版了 唱快了 那些他没有说到 你纯粹接收了 好啊 那就好了 久而久之 你听听听听听 觉得自己 哇 信心爆了 但是最后一出到来 有些什么效果 然后评判 给到你一个这样的结果 你有时候可能 未必接受得到 我明白 我明白 那会令到自己不开心 我觉得这件事就不好 需要自己平衡 和了解多些什么是比赛 和一些标准的要求 我都有参加过比赛 不说你又不知道 我参加过十八区 参加过新秀 那时候我曾经参加的时候 以前是播LED碟的 我试过别人播放的时候 他以为我是原唱 在唱着陈慧嫣 那我的评判说 好像还未禁止 半唱 接着就是我在唱着 原来在唱着 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之后 我又唱一次陈慧嫣的歌 不过就是彭永伦的歌曲 就是陈慧嫣唱的 是的 看看你陪伴我 有点新鲜的感觉给大家 是的 看看大家喜不喜欢听 爱在心秋 送给大家 演唱一下 有点子 为我假意挽留 如果 情是永恒奔漏 针会分手 以后 让我已在深秋 梅雨 逝去的爱在深秋 梅雨 在记忆中的我 等天曾泪流 请抬头 抹去旧事 不必有我 不必有你 爱是可不可收 你是可爱到永远 我是真心捨不得你走 有人 让我已在深秋 回忆 避去的我再深秋 回忆 在这一刻的你 一陈 泪流 回忆 避去的我再深秋 以后 让我已在深秋 回忆 逝去的爱在深秋 回忆 在记忆中的我 等天曾泪流 请抬头 抹去旧事 不必有我 不必有你 爱是可不可收 爱是可不可收 你是可爱到永远 我是真心捨不得你走 又有人 让你已在深秋 回忆 避去的我再深秋 在深秋 回忆 回忆 再借一下的你 一尘 淚浪 我剛才唱完這首歌 編曲完全不同的感覺 很棒的 下次我們合唱的 就是譚詠倫的柔德 我們還有很多合唱要試試看 可以 其實說回追夢這件事 去到今時今日這個年代 其實都不會計較年紀 我覺得很多網紅或者很多人 其實他都是 以前年輕的時候可能追求一份事業 但是到了他有時間的時候 他又真的去追夢 有些人畫畫 有些人去做其他有趣的事 我覺得都OK的 你自己其實有沒有這個想法 其實我覺得我一切都是相似的 我發現我有唱歌的天分都是相似的 都是比較年長一點的 因為小時候沒有特地去唱歌的 沒有的 就是大了 突然間突然間 突然間帶了一些恩賜出來的 當然也要遇到我有個好老師 恩恩恩 他也給了很多機會 那你去參加一些比賽 有沒有說比賽完之後 有人說我要簽你 那些 恩 機會是自己爭取的 至於你說追夢做歌手 我就沒有想過 恩 因為就是 有CRO一個怎樣去行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要做歌手 要出唱片那些 沒有的 但是有沒有機會呢 曾經有過 是 曾經有過 我想大概是2008、2009左右 有一個側田他也是搞了一個唱歌比賽 哦 這個都多人的 這個好像過千人的 哇 就在Megabox那裡 嗯 日以繼夜地搞了幾場比賽 初賽 哇 我也是本著一個目的而已 我知道 如果我進去決賽 恩 側田就會做評判 嗯 那我有機會在我欣賞的歌手面前 我唱一首歌 哎呀 那就OK的了 那我達到這個目標的了 那沒有心頭說拿些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那麼 我很幸運地哦 我在初賽那裡 那麼多場雲人比賽 側田他走了去視察 他就進來看我的初賽 他做到我的評判 那其實我唱完那個就走了 我目的就達到多了 那麼他就讓我入到決賽 啊啊啊 那麼 也都很幸運地了 那麼就拿了冠軍 哇 那麼他 那麼我才考究到 就是後來才知道 那麼他可能有個資料的攀證儀式 嗯 那麼他原來寫著一個是一個 歌手試音合約 嗯 那當時 因為我沒有想過要這樣 所以我沒有理會過有什麼獎品 原來是這樣的 就是去一下雷仲德那裡的studio 很掙扎 很好笑 那麼我考慮一下 去不去呢 嗯 就是曾經我都試過去錄音室玩過的 嗯 那麼現在 就是很簡單而已 可能給一千幾百就可以去 去錄音室錄一首歌 那麼我又不是沒去過啊 那麼他簽我又如何呢 他不簽就好地的 他簽我 但是我現在這個年紀 就是當時我已經是這麼年紀了 有三十一年紀 哈哈哈哈 那麼我 他說簽我我怎麼辦 我真是最麻煩的 對啦 很多人就是有這種保護了 難道變成了一份工嗎 是不是 有個穩定的職業 那麼 沒了 那麼最終沒有去 哦 OK 就是隨便去想 哦 誰知道原來 那麼後來 老師就 原來他可以安排到我 我可以幫他在教室那裏一起教唱歌 嗯 哦 那就好 反而我可以把我的唱歌的東西 我的知識 去分享給一些之後的一些 年輕一輩的朋友仔去參加比賽 又好 去發展他唱歌的事業會好一點 那我反而我覺得這樣更好 哦 OK 所以就是說 那有空又可以參加一下 如果當日那條路不同了 所以有可能不同的 又真的 哇 他說我跟黎明好熟 但是他很少跟譚文良合作的 我記得雷先生 好像 簡直是呀 什麼不是呀 真的 我都見過他一次的 那幾周年演唱會在同台 是啊 我見過雷先生的 某次我們那時候做演唱會的 那些布置sponsor 是一些慈善活動 我記得我在紅館那時候 在組裝一些椅子 又說高官坐 有個back job 那些我們公司那時候做製作 然後我就見到他 他就 那時候黑蚊蚊的在紅館裏面 就只是中間那些 danser在排舞 然後他跟我說話 想要飯嗎 然後我們在那裡聊天 很nice 很有趣的 有時大家的選擇 可能腦袋不知道會有什麼不同 但是又這樣說 可能今天你選的路 就是你自己喜歡舒服的 那就可以了 你覺得我有自由度大 一切都壓力都那麼大 是啊 壓力真的很大 是啊 當你將一個興趣轉做正職來說 是啊 壓力就會大很多 又不會太享受做人事 是啊 一定沒有這麼過癮的 所以不如這樣 我們又聽聽你唱這一個 你又很喜歡的歌手 他的一些歌 我很喜歡的 那唱一首 《理想與和平》 好嗎 好啊 好啊 這首歌比較輕鬆一點 希望大家喜歡 好 是唱一首歌 在鬧遠圈內時 愛的歌än 因為我沒愛的 這首歌 maravilроде 放下 就是, 在Il 尖冰 新疆土過街 綠草錦天作證 人活著為了理想為和平 To be number one 飛奔在萬星 誰被拼 合作啼酒難兵 不必分世懂 只知彼此眼睛 當中有個夢 鳴嬌洲和平 聖背靈心窩靠近共鳴 歌聲標向四方八面致敬 不分疆土過街 共將七刻戰勝 人活著為了理想為和平 To be number one 飛奔在萬星 誰被拼 合作啼酒難兵 愛也不必分世懂 只知彼此眼睛 當中有個夢 鳴嬌洲和平 Till be number one 要飛奔在萬星 追踏在萬星 追踏某個夢 鳴嬌洲和平 追踏某個夢 鳴嬌洲和平 追踏某個夢 鳴嬌洲和平 好滴必取勝 好的必取勝 追踏夢夥 口乎 隨逢夢多 如果痴痴的等 某日终于可等到 一生中最爱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 每每碰上了意外 不清楚未来 何曾愿意 我心中所爱 每天遥孤单寒寒 宁愿一生都不说话 都不想讲假说话 欺骗你 留意到你我这段情 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 无言地爱 我偏不敢说 说一句想跟你一起 如真 如假 如可分身饰演自己 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 不及你唯有的自己 如痴 如醉 还怕你懂珍惜自己 又天即使分离 我都想你 我真 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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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骗你 欺骗你 留意到你我这段情 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 无言地爱 我偏不敢说 说一句想跟你一起 如真 如假 如可分身饰演自己 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 给你唯有的自己 如痴 如醉 还怕你懂珍惜自己 又天即使分离 我都想你 我真 如今 正 如今 我真 如今 如可分身饰演自己 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 给你唯有的自己 如痴 如醉 还怕你懂珍惜自己 又天即使分离 我都想你 是我的真正的想念 如果痴痴的等 某日終於可等到 一生中最愛 其實剛剛聽完你那兩首Ellen的歌 我都很喜歡 唱得很好聽 其實我知道難得你上來 事不宜遲不如 都跟我唱兩首合唱 好嗎? 榮幸呢 那些就不是我熟的 不過包涵包涵 希望大家都喜歡 我們馬上去兩首歌 祝我錯錯結識你 酒隔心中溫暖 可惜今天總要分離 心感悲於愛 自我錯錯結聲你 自我靠靠沒進去 就算今天總要分離 總須別破見 人生一遍 人生一遍 一遍 側望那日 偎遠兩日 會面激重兩望 心情相無數 愿我永远记得祢 那却在哪知心有 就算今天重要分离 总遂别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算今天重要分离 总遂别复见 期待哪日重逢光队 愿快乐复见 感谢 谢谢 别只顾着笑 谢谢 别只顾着笑 对 对 是啊 别只顾着笑 四周冰山都仰慕 却怕某天清早 又再一次遇上路 未必可更记此刻拥抱 未必可更记此刻拥抱 不许可怕某天清早 又再走过某个月楼 问怎么依靠那醉夜重逃 一生有千步 一生有千步 但我连着转转分步 甚至我不算得最好 一生有千梦 梦里可以想想跳舞 怕有天性降 未必再次希望 情愿发出非法 沉默至终点的骨头 谁能与差 与对方心中的尺度 我信你的飘度 是个天故意去创造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Zither Harp 所有的故事 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 所有的爱情 只能有一个结果 我深深知道 那绝对不是我 既然曾经爱过 又何必真正拥有你 只是你一定别 也不会有太多难过 午夜里的旋律 沿着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一半段正魂 踐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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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踐满老闹 是否感恩 用邪闻交织出一场香腰面 微凉的风中街中一宝 造气质的破山 讲书怎么过这一天 曾狠喜风阴阴天 一额额寒雨点 在微凉风中洒向你 气吻你面 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 飘飘雨落 没有你饮的甜的讨厌 冷冷雨 没照点因炒不到你 冷冷雨第一方法 要等你经过 我雪冷雨 求求停白 别醉亦炮影一个 望求如来过去 有内泪 交过 én爱泪 我有内泪 我爱泪 多远福 また自己顺利 我想要想要香港 陰暗暗 寒雨淀 在微凉 風中灑向你 氣吻你臉 然而今天 空空的街中飄飄 雨淋 沒有你 飲的甜 極討厭 冷冷雨 沒照點 因找不到你 冷冷雨 第一方快 要等你經過 我雪冷雨 求求停吧 別醉亦拋影一個 我 忘掉雨淋過去 有愛淚走過 冷冷雨 沒照點 因找不到你 冷冷雨 第一方快 要等你經過 我 雪冷雨 求求停吧 別醉亦拋影一個 忘掉雨淋過去 有愛淚走過 雨淋不清楚 你已拋低我 仍供質風動 不用走的找你 彷彿不知 不再會有結果 你永遠不清楚 你那天經過 留下萬千罪 亦一生封鎖我 今天可否會 傷起我 原來我們合唱都很有火花 雖然那些歌不是我favor 但都ok啦 沒有彩排就ok啦 下次做好一點 下次我彈給你唱 其實我記得在印象中 看你的資料 我記得好像21年 你好像傻了 你去參加做很多比賽 不是本身我是傻的 是不是好像有14次 14個獎那麼厲害 14個比賽 14個比賽 哇 你猜一下幾多個 你猜一下成績是怎樣 對 成績是怎樣 14個比賽 13個冠軍 一個亞軍 哇 你真是太厲害了 我想那些人真是很有興趣 想知道你拿了那麼多獎之後 你都不再去進一步去發展 其實一聽過的結果 就覺得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 那件事不是說我拿到獎 我當然會有努力 但是比老師 就是我老師 就叫比老師 那是他給我的 嗯嗯嗯嗯 就是不是說 就是天生如果你說我把聲音漂亮 那唱出來就必然會有什麼 嗯嗯 就是他甚至乎他唱歌啊 對我自己的想法啊 嗯 態度 就是玩比賽其實 好看心態的 嗯嗯 就是你要贏贏得開心 輸要輸得起 嗯 你要享受 贏輸都要 對 最重要是有精神 這個也是重點來的 我老師他 他調整得很好 嗯 所以將這個精神就要延續 以及廣傳出去 是 就是讓人知道 我們唱歌呢 除了要學習技術之外 其實他的心態都很重要 就是好像有些人習武 其實都是說 他專心 諸師徑道的意義 就是個人的品格 都在學習裡面去成長 這個都很重要 哦 是啊 你這樣說呢 我老師經常都說這句 你的歌品好 你的人品又好 嗯 就好像人家打麻將那樣 怎樣都有 牌品好就人品好 是啊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是一樣的 嗯嗯嗯 你沒理由輸了你就 不開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要拿回根本出來 為什麼你要唱歌 我就想開心 如果你因為唱歌 得到結果 你不開心的 這件事不是你的根本 嗯 我是這樣看 嗯 我明白 我覺得說得對的 其實我們做每件事都應該要有體育精神 還有就是要客觀一點 要開心去面對你的興趣 沒錯 如果你將這件事輕鬆去看 那你就會很享受過程 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是是是 因為冠軍只有一個 牙軍只有一個 就是沒得說 是是是 所以人都是所有事情要放輕一點 你以一指導 這樣的環境和氣候那麼差 其實很多人都很消極 很負面 其實音樂其實真的可以有很多治療 對於心理情緒方面 所以其實我搞一些歌唱比唱 我的目的都是 希望大家開心 是可以舒緩 從自己的興趣方面 舒緩你的情緒 拿到共鳴 大家又可以聽一下切磋一下 然後得到進步 就是我的目的 其實今天就很感謝手機 就是抽空來到我們這裏 其實很快我們又可能會再見面 因為希望之後我們會安排一些 call over 大家一起合作的東西 譬如找多幾個歌手 我們會一起唱一下live 或者是我們做一些新歌之類 希望可以給大家得到多一點的快樂 好嗎 希望我今天在這個節目裡 帶出來的幾個歌大家都喜歡呢 一定喜歡的 不過最後的時候 就輪回我唱了 我又唱一首歌給大家聽 也都希望大家喜歡 因為我都不是經常唱歌的人 跟你一樣 我們很少特地去練一首歌 可能你很久不會的 我比較喜歡多元化一點 所以我停留在一首歌的時間 不會久的 可能我唱一兩次就當我練了歌 我不會很尊嚴每一句去收拾一下 去什麼就不是 可能我們這些人是這樣的 我們玩比賽的 就是把這個規格要這樣做 我明白 我明白 我知道 所以今天很感謝手機 大家記住它 支持我們的節目 最重要是多些分享出去 給多些人聽 聽聽我們今天很用心唱的歌 希望你們喜歡 下一集再見 下一集再見 再見 別走開唱一首歌的 再見 没有尽 没有缘 轮到你 八秋不彩 心中的爱念 尽快已 能否改变 还想再等 没发生爱念 但偏偏你 回头也绝 烦恼是我 流泪跟无形 醒世去 不再留半点 谁可以将 将光阴倒转 再让往日 可言眼前 能再共你 漫步天远 心中的爱念 为你掀 求可改变 心中的爱念 心中的爱念 心中的爱念